但在S19赛季才刚刚更新 你却告诉我赛季皮肤你人话已经出来了 看来又能害视频了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但不得不说的是 S19赛季的哥特风格简直太有感觉了 所以你知道他是谁吗 三秒倒计时啊 没错 这就是S19赛季唯一一款的制真皮 暗夜黄女 格西拉 从她的你人话外观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她身处棺材之中 背后还有翅膀 身上穿着哥特风格的萝莉塔裙子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有十字架标志的细节 不过她可不是挂了啊 人家是吸血鬼 是在睡觉好不好 而且说实话 她你人话之后是真的比药心还好看啊 然后是她 还是三秒倒计时啊 我看谁也看不出来 狼耳朵 狼尾巴 柯特的绅士官家风 根据S19赛季的所有赛季皮肤的分析 我们也是能够一眼看得出来 她就是狼知识克尔特 但不得不说的是啊 你人话之后怎么能够这么帅的 快让哥哥吸一口 既然这一款紫皮和制真的你人话都出来了 那我们的小幽灵猫妮莎 怎么能够忘掉呢 我们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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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不是哥们 我是说你这你人画好看的 还是说你这个蛋好看的 这也太可爱了吧 不仅穿着我最爱的卫衣 还他家的穿着JK裙 画面自信老婆家人们 扣衣赶快抱回家 馋死我了 真香 然后就是你们在视频中 刚刚看见的另外一块你人画皮肤 从他的外观打扮上就能看得出来 是个伯爵 也就是吸血鬼 刚好也是对应上了 本赛季盲盒皮肤中的蓝皮 算脱公爵索尔 虽说是块蓝皮吧 但他的你人画之后的画面 还真不少 以及这个画面 还有这个 有股科男解密真相的感觉 当然了 还有这个你人画 那么看完之后 你又否猜出他到底是哪款皮肤了呢 没错 也是本赛季盲盒的蓝皮 但在皮肤虽然不怎么好看 名叫石像鲁昂 是个石像 可你人画之后 他居然活了 必须得给个好评啊 其次就是你人画视频中 倒在地上的一块皮肤 他也就是本赛季盲盒中 最后一块蓝皮 山羊威威安 看上去就跟狼指尺扔一腿 不过悲惨的是躺在地上 好像被暗杀了一样 不过这只是巨型的需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赛季的你人画皮肤 他真的太好看了吧